蔡少芬可以说是很红的一位明星 尤其是她的演技很好 虽然中文不是很好 常常让大家哭笑不得 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档节目 再发布会时就提起 我自己将加入这档节目 所以很多忠实粉和路人都很关注她 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让大家都感觉到她的家 真的跟其他明星的家很不一样 看了蔡少芬的家才懂香港房子有多贵 这真的是一个明星的家 一讲到明星的房子 你们肯定会各种想象 觉得都是豪宅别墅 要多奢华有多奢华 比如前段时间上过亲子节目的一些女明星 她们的家里还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空间大 那个时候还听说黄胜一 因为害怕被网友们喷炫术 所以就临时买个两三百平的房子来录制节目 这有钱的程度 还真是限制了网友们的想象力啊 还有很多很有人气的明星好宅也都上过热搜吧 但是蔡少芬的家比起他们的家 可以说是显得很简单又温馨非常接地气 看了她的房子才觉得跟我们平常人生活的差距不是很大 大部分人都表示蔡少芬这些年来 在窝内发展的还是很好的 一直都有各种宣约代言 而且很多节目都喜欢邀请她做节目 当然和她的性格有关 她性格就是很可爱 很能逗人笑的那种 让人感觉很舒服 还有她自身的实力也是杠杠的 她的老公张晋这么多年里在圈内也拿下了不少奖 这一大家子可以说是发展都很顺 家庭日子自然过得越来越开心 幸福了 但是从节目里看到她的家居然是这么小的屋子 很多人纷纷都表示一点都不像一个明星的家 因为很多网友平常在看别的明星的家时 很多都是装修的非常精致 楼都是一层比一层高 里面摆满各种昂贵的装饰品 空间也非常大 而她的家居然布置得这么简单 好像就像我们平时家里的那样 一点也不像明星的房子 是也难怪那么多网友会发出感慨的 他们虽然很有钱 但是有可能就是想过温馨的日子 小一点的房子看着更温暖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吧 不一定是越大越好 不过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放假真的是很昂贵的 即便是明星有很多也很难在香港 随随便便的满豪华别墅